现在已经进入秋季了 再夏季由于不见瓜 您的三角梅是不是土壤枝条没有开花呢 想不想您的三角梅在秋天开花呢 小七告诉您一下 修剪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你看这一颗苗子 它整个蜘蛛长得非常的乱 然后它也没有花苞 所以说你看 从底下长的枝条非常的细长 因为它上部的叶片遮挡住 它就不开花了 所以说底下的这些枝条给它剪掉 这样从长的枝条就全部给它剪掉以后 底下不长芽 叶片芽子全在上边 而且这些新芽你看长得非常的长 一个花苞我没有 所以说我们修剪的话 从上次修剪的位置往上数两个到四个叶片 我那一般是保留两个 它会出来两个芽点 这样全部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而且底部如果说 由于叶片粘挡的芽子全部给它剪掉 剩下的那些粗点的 饱满的看着老化的芽点 你就直接保留两到四个叶片 全部给它剪掉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修剪了 你看它基本上没有长的芽点 全是短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空花处理就比较简单了 这样给它修剪完成 它的枝条都非常的短 而且没有顶芽了 所以它会快速从剪完的枝条上去长新芽 新芽长出来 让它直接开花才是最靠谱的 那么应该怎么摧花呢 我都是用这种小盆 双色盆非常的小 蜘蛛是非常粗壮的 但是这种小盆容易空水 所以我们直接扔到太阳底下去 见最充足的光照 如果光照时间不少于八个小时 自己就开花了 所以我们要去适当的空水 如果家中光照弱我们空水的话 等它盆土彻底干了 看着叶片轻微发软的时候 您直接给它浇透就行了 浇透水它会在一到两天的时间内快速的干 干了以后我们再去给它浇水 这样去持续一个月它就能够长花芽 但是呢要记住浇水的话 要七到十天补充一次肥料 选择磷酸二氢酱 浇水浇上它就会得到充足的磷元素 只要再长新芽 新芽长出来接着就能够带花 看着它新长出来的芽子上面带着花包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停止空水 盆土土表干了及时的浇透 多见光照它就会不断的开 一直开到冬季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冬季温度不低于15度 它还能够继续开花 这就是三角梅粗花以及修剪的方法 无论我们养的什么品种 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操作的 如果说我的三角梅开完花了 开完花以后也是要这样短节修剪 再去粗花 还是按照同样的方法 但是肥料要改为花多多二号 因为前期一直使用磷酸二氢酱 会导致缺少氮 它新芽不长了根本就看不到开花 直接使用花多多二号高龄的 持续使用它就能够一年开多次 开完一茶接着开第二茶 您学会了吗 学会了别忘了给小七点个单 点关注再等